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天站在被告席上的一共有16名被告人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50岁 最小的19岁 团伙作案14起 涉案金额30多万元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 在案件中有8名90后的年轻人 他们的面孔还有一些稚嫩 作为骗局中不可或缺的步骤 这些孩子的左小臂尺骨都被砸断了 他们在骗局中扮演什么角色 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 参与到了这14个骗局之中呢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人民法院对一起诈骗案的审理 战成一排的这十几个人当中 有几个年龄相对较小的团伙成员 他们被叫做小鬼 他们诈骗的道具和伎俩竟然是砸断自己的手臂 然后再去骗钱 这个团伙去诈骗 做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呢 那天 黄女士刚刚离开自己的厂子 工人就来了电话 说新来的学徒工小琪出了事故 黄女士在无锡经营一家模具工厂 车间里到处都是设备和模具 不小心摔倒了也是有可能的 摔伤的小琪十九岁 河南人 昨天才进场 黄女士清楚的记得这个小琪干活有个习惯 我说那为什么你干活总是一只手 他跟我说他以前在上海是做服务行业的 都是一只手服务的 他说因为一只手 一只手要背在背上 当时受伤的小琪被送去了医院 拍了片子一生诊断 小琪的左小臂齿骨粉碎性骨折需要住院 刚做完工作嘛 然后就去找老板 好像我们老板吧这是 然后就让他给我调刀 然后就绊了一下 他当时好痛 然后就喊了一下 然后他们工人等一下过来了 然后在那边喘了一会儿气 这个骨头断掉了 应该构成性伤了 尺骨嘛就是固定这个老骨头 只有两根骨头在一起的嘛 他一个旋转功能啊 这个去身啊 这个都有一定的功能的 这个手腕去腕 黄女士说 当知道自己的手臂骨头断了 小琪的表现让她挺感动的 我说你也不要着急 我也没什么 反正你只要看啊 她那个时候也表示很对我们做想的 那个时候我还真的挺感觉她的 我说遇到这样临四年的小孩子 我觉得也是好像是我的运气 小琪电话通知了自己在无锡的亲戚 他们很快就来了 她接受一个说是她姐夫 一个是她表哥 亲戚说 小琪父母的意思是 让黄老板出笔钱 小琪回家养上 父母在身边放心 小琪也说 自己在家有农保 这样也省钱 黄女士觉得 小琪的家人真算是通情达理了 刚巧医院通知交押金 黄女士没带足钱 她就回到厂里去拿钱 拿了钱 在走出厂门时 黄女士遇到了一个老客户 这个人听说了 黄女士常理小琪的事情 给她提了个醒 黄女士立即打电话给那位企业的 负责人田老板 田老板所经营的企业也是一家模具厂 距离黄女士的工厂大约十几公里 她说大约一周前 同样一个叫齐燕昌的河南级工人 在她的厂里出了工厂 就这样嘛 就这样趴的 就这样 全部一个人 全部这样趴在下面的 那个叫齐燕昌的工人 刚进老田的厂子 第二天一早 还没开工 就在厕所里摔倒了 当时也是摔断了 左臂的尺骨 医院里 也是她的姐夫和表哥 来照顾她 来贪赔偿的 最终小齐的姐夫说 考虑到厂里也不容易 他们以3.68万达成了赔偿协议 小齐回河南老家养伤 拿到田老板一次赔偿的3.68万以后 小齐和他的亲戚回了河南老家 田老板可没想到 也就一周时间 小齐在十几公里外 黄女士的工厂又摔倒了 田老板和黄女士 立刻约好了 去医院见见这个小齐 他们还叫上了 当地的电视台记者 小齐啊 啊 你怎么没有这里呢 你怎么没有 我摇下了 小齐啊 我不是跟以前 三百多块钱去看病了吗 怎么从德乡山 来到医院里来的 干过没以前 不是认识她吗 认识吗 小爷爷 你心中有愧吗 小齐一口咬定 她不认识田老板 可是小齐脸上的表情 已经说明了一切 黄女士和田老板认为 这件事情就是诈骗 他们立即去向 无需警方报了警 可是当警察赶来的时候 小齐和他的亲戚们 都不见了 警方立案后 把小齐两次摔伤的片子 找到了 做了对比 我说要是这个地方撑断了 撑下去 这个地方也撑断了 这个力量要多大 而且一般上 要走过两根 走过两根 一根撑住的 我说不可能说 一下子 我撑下去 就把这个地方撑断了 比方天的对比 它是商是同一个部位 这个是肯定明确的 但是呢 就从细节上面去看 就是说 它已经有点开始涨了 协议上的见证人 姐夫张静全 留下的身份信息和电话 都是假的 黄女士想起 录用小齐时 留下过他的身份信息 一查 这个小齐 留在厂里的身份信息 是真实的 他就叫齐延昌 河南华县人 警方立即 对他在无需的活动轨迹 和通话记录 展开了调查 他的一个工作 然后活动的一个情况 包括所住的旅馆 包括就是 他说那个平常就是 去了网吧 交往的一些 密切别密切的一些人员 我们来看下工作 这是一家位于 无锡惠山区 城乡接合部的小旅馆 每天收费50元 常租更便宜 根据旅馆的住宿登记 警方查到 3月21日 在田老板的厂里 摔伤的前一天 那个小齐和他的同伙 出现在这里了 这个时候你拿东西的 这个就是商车 就是在厂里面打勾 就是假如说 就是睡到受伤的人 就是小鬼 小鬼 这两个 就是陪他来一起来谈判的人 根据住宿的登记 跟小齐同住的三个人 分别是乔恩宏 易敬柯和程泽峰 有人从病房里面出来了 走在第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为主的人 是负责谈判的 那后面这个呢 后面的是涉害人 这个涉害人的女儿 经过辨认 这个程泽峰 就是化名张进权的所谓姐夫 在几个嫌疑人的电话记录里 警方找到了十多家 无锡的民营企业 在无锡 还有好多家厂 要以同样的手法 被人家骗掉 骗掉钱了 那以后我们一家就是手法 警方查识 2012年10月23日 一个叫石油点的工人 在无锡邦德钢管厂 摔断左臂持股 经协商赔偿1.6万元 2013年3月13日 易静科在先锋模具厂 摔断左臂持股 获赔7000元 2013年3月20日 工人庙安琪 在建有电动机维修中心 摔断左臂持股 获赔1.5万元 3月23日 也就是两天之后 这个庙安琪 又在一家配件厂 摔断左臂持股 获赔2万元 2013年3月22日 齐燕昌 在深邦机械厂 摔断左臂持股 获赔3.68万元 2012年10月 到2013年4月间 还有赵从颂 于建军 魏帅 朱建森 等十人 十四起 私了的可疑工伤事故 发生在无锡 他们都是 曾心怀梦想的少年 是怎样无法抗拒的诱惑 让他们甘心 自残知识 断壁局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警方说这些事故的发生都一样 都是有年轻人来应聘 也不要求工钱是多少 接着年轻人进场之后 多则一两天 少则当天就在干活的时候摔倒 受伤的地方都是手臂的持股骨折 接下来在医院治疗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同乡 表哥 或者是姐夫 就出面了 有的是来照顾伤者的 有的呢 则是代表伤者和厂家谈判 在十四起骗局当中 都有一个人的出现 他就是程泽锋 录像中的这个人 就是程泽锋 协议书上签字的张杰 张静权 都是他的画名 几乎每次赔偿谈判 都有这个人出面 正是对程泽锋的调查 串联起了三个诈骗团伙 而这三伙人里面 都有相互的联系 相互的交往 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安徽 处南级的 就绑到二十多个人 都锁定了 2013年4月23日 案件收网 无锡警方对涉案的犯罪嫌疑人 实施了抓捕 2013年4月23日 犯罪嫌疑人程泽锋 乔恩宏 易静科 董福平等 在无锡的一家宾馆被抓获 第二天 在河南警方的配合下 逃回老家的小琪 也被抓获 随后 其他的嫌疑人 也相继落网 这次收网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二十人 这就是小琪 正是他被识破 暴露了这个诈骗团伙 小琪的手臂已经基本复原了 后遗症是不太灵活 他刚在看书所里过了二十岁的生日 可能就是年轻人都不想在家里被父母看着 那时候是读到 初诺毕业 初诺毕业 十八岁出来做什么 做了很多工作 比如说 比如说就做一些电子产品 在工厂里 然后又没有学到什么技术 小琪向往大城市多彩的生活 曾去了广州上海 可是因为没有技术和学历 一直在工厂里做一些简单的流水线上的活 他说收入不够花 小琪做小鬼之前 最后的一份工作 是在上海一家餐厅做服务员 每个月两千元的工资 租房子都不够 他说那时 自己已经出来快三年了 天天在想着 怎么能多挣些钱 他休息时间 基本上都是在网吧度过的 2013年三月初 他无意当中 浏览到了这样的一条招供信息 你还在为钱发愁吗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招商员 只要你头脑灵活 听话能吃苦 开商后 一场有六七千元 一个月工资上万元 保持住 保上网 就感觉两三年能挣到 你一个月的工作 就感觉那个诱惑 是对的相当大 小琪拨打了 发布信息的人留的电话 接电话的人叫易景科 让他来无锡面谈 并答应负责往返的车票 小琪立即动身 到了无锡 那时 那个小易 带他到了这家宾馆 宾馆的街对面 就是一家网吧 这是他们在网吧的 一张合影 老板真的是包吃住 包上网的 老板 是被称作四哥的乔恩宏 他就跟我们说 其实没什么 就搞一点小伤 老板乔恩宏 如实地告诉小琪 他们做的是什么 怎么做 听说要砸断胳膊 小琪不是没有犹豫过 小易就说 你看我也做过 看我的手臂 现在也可以自如 没有什么 就是 后遗症之类的 做过这事的小易 好像确实没事 小琪就不再犹豫了 随后老板乔恩宏 就帮他找了一份工作 到田老板那里上班 上了班一天之后 老板乔恩宏 带他去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王李富 打断手臂叫做开商 这个人就是专门负责开商的 这根钢管长八十公分 重量大约三公斤 是警方在抓捕开商人 王李富时起货的工具 惠山区成交 这个偏僻的立交桥之下 就是王李富 给小琪他们这些小鬼开商的地方 找一些石块 或者张图 垒一个石墩 垒一个石墩以后 完了以后 让那个小鬼过来 小鬼过来 完了以后 头朝那边 他还可以 不让它 完了以后 把这个手 刻在那个石墩上面 这个走步 这个走步一定要朝上 这个走步一定要朝上 朝上以后 这个持股式的这个鬼 它就在上面来 完了以后 它就只要 刻在这个石墩上面 完了以后拉扯了 拉扯了 那时候头朝那边 朝那边看 不要看 不然的话 看的话 可能会有点害怕 第一个 然后 把手 弄出来 给它砸一下 当时 不知道 是打了 他只能弄一下 不想看 也痛了一下 他又 才知道 有 多疼 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反正是 二十年来 反正是最痛迷的 真理想 小七说 开伤后 他是忍了一夜的疼 第二天一早 到了厂里 七点多 他就在厕所里 假装摔倒了 上班 不上班就摔倒了 还没看着功能 就摔倒了 小七说 按说不应该 在还不到上班的时间 就摔倒 可他实在忍不了疼了 只有这样 才能早点进医院治疗 田老板把小七送到了医院 医生诊断 左臂持骨骨折 这个时候 号称是姐夫的 化名张静全的 程泽峰 就出现在了医院 跟田老板 谈起了赔偿的事情 按照原来的协议 诈骗所得的 百分之二十 是给小鬼的 可老板乔恩宏说 趁着是心伤口 医院看不出来 还可以再骗一家 到时候 钱一并算给小七 于是 老板又立即 给小七找了个工作 到黄女士的厂里 干学徒 去上班时 小七的左手臂 才被打断第六天 她一直忍着疼 用右手干活 她对黄女士撒谎说 自己以前干服务员 养成了这个习惯 后来 她被识破了 乔恩宏 给了她两千五百元钱 让她回河南老家 躲一躲 一个月之后 警察逮住了她 小七的涮案过程 几乎就是另外七个 九龄后小鬼 共同的经历 打 为什么是打两下呢 她第一下 打 她 没没没 没断 后面又是第二下 接下来 她跟你说 第一下没断 她怎么判断 第一下断 还是没断的呢 她摸 我也不知道 她怎么判断 她真的摸 我一下 小易也是小鬼出身 她负责在网络中招商员 是犯罪团伙中年龄最小的人 只有19岁 不过 她是团伙中文化水平最高的 读到了高二 小易发现在网上发布信息 招小鬼 比干小鬼挣钱容易 找来一个小鬼 团伙给一千块钱 于是 她就留在乔恩宏的团伙中 只案发时 她通过网络 找到了包括小琪在内的四个小鬼 你自己身体上受到了那么大的痛苦 你怎么还忍心让介绍别人来呢 你怎么跟那些人说这件事 当时我没想到这些 小董二十岁 小鬼出身 随后留在团伙中 负责后来小鬼的食宿 小董 小琪 小易一样 都是第二代进城的农民工 他们的经历和选择都很相似 这是警方在小易的QQ空间里 找到的小易的照片 这些年轻人 怀着向往到了大城市 可是因为缺乏技术和能力 打工的收入 仅仅可以解救温饱 大城市 使他们看到了更多 更好的物质生活 让他们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 团伙骨干之一的王理想说 他很了解 选择当小鬼的那几个孩子 在物质上 都有着强烈的虚荣性 比如说你用的手机 像别人的上脑的碎点 自己就要拥有 自己不管想什么办法 你就想拥有 这是年轻人的心 包括我也说一样 他首先就是年纪轻 第二个就是没有一级资产 第三个就是怕吃苦 他就感觉到这个钱来比较快 不用自己的心情的工作 努力 干小鬼的几个年轻人 确实都希望快速满足自己的欲望 找到一种挣钱最快的方式 他们不惜以身体健康为代价 谈判者说自己是帮忙 开商者说自己很无辜 老板则说自己是被误会 法院的判决 又将如何认定这一切呢 段币局 金说法正在播出 这就是在团伙中 被称为开商师傅的王李富 50岁 安徽富南县人 曾因流氓罪和强奸罪 被判处过两次有期徒刑 警方计算 就是他在2012年10月到2013年4月间 打断过13根作弊 这13根作弊 分属于义靖科 石油点 妙安琪 琪燕昌 董福平 魏帅 于建军 朱建森等人 受害人最大的34岁 最小的18岁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此案时 王李富为自己做了辩解 请说这种主控 你说参与了23次 参与的设计是那里 参与我都不知道 你要分账 我不知道 小鬼在哪里干活 我也不知道 这个我相信你 分账不知道 因为你挑战了过头以后 徐乡的事情 不管了就够了 不管他们骗到了多少钱 有没有骗产 这与你无关 你的工作就完成了 把人家的过头这样打仗 你这才是人了 王李富说 他把手臂砸断 只是为了挣钱 不知道他们要砸断手臂 是为了诈骗 所以把自己定成共犯 是冤枉的 王李富说 其实他不懂怎么开伤 只不过自己胆子大一点 敢砸就是了 庭审中 同样被认定是 主犯之一的陈泽峰 也认为自己的作用很小 不能算是主犯 所以他们想去谈判 他就觉得我年龄大一点 有的时候讲话 好像就他们讲了 人重一点 就这样的往上去 你的意思是说 你年龄比较大 他们年轻 他们就是 和他们他们不相信 程泽峰告诉记者 他认为 真正的主犯是老板 就是这十几个人里面 你觉得最重的应该是谁 你觉得最重的 还是两个老板吗 这位就是老板乔恩宏 他很年轻 二十六岁 他说 自己和程泽峰 王李响 是老乡 都在上海打工 二零一三年春节 回到富南老家 闲聊时说 工商诈骗这事 来钱又多又快 还不易被发现 就开始干了 他们还给我定了主犯 我在里面 我其实我只是负责 他们吃醋的这个方面 其他的我也没 没说这么 他把主犯的责任 又推给了程泽峰 因为他对这里面 什么都懂 我满满 根本就是 不是很懂 乔恩宏并没有说 自己还负责 诈骗款的分配 拿到每笔钱 程泽峰拿走 百分之四十 招商员的固定 是一千元 开商的费用 是一千五到两千元 不等 剩下的 就是他乔恩宏的了 至于给小鬼多少 其实 完全是乔恩宏 说了算 法院整整开了两天停 旁厅席上 坐着的大都是小鬼的家人 他们砸断胳膊 当小鬼去诈骗时 平均年龄还不到二十岁 在父母的眼中 也许都还是孩子 休庭期间 法官特别准许 几个小鬼和家人 见上一面 法官认为 本案的团伙 共同犯罪中 被告人王李富 程泽峰 王李响 乔恩宏 其主要作用 其煮犯 被告人齐彦昌 董富平 易靖柯等 其次要作用 其从犯 应当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 经过连续两天的开庭 法庭做出了判决 被告人 程泽峰 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拖刑 今年六个月 并署罚金人民币 两万元 二 王李富 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拖刑 八年 罚金人民币 两万元 三 被告人乔恩宏 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拖刑 四年六个月 并署罚金人民币 一万五千元 被告人董富平 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拖刑 两年六个月 罚金五千元 一静科 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拖刑 两年六个月 罚金五千元 习延创 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拖刑 十个月 罚金两千元 案件中的另外七名罪犯 分别被判处了 有期拖刑 十到七个月不等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 曲心九教授 曲老师 我们记者在采访的时候 也问过这个法官 因为这里边 这个叫王李富的人 他打断了 十三个人的胳膊 但是最后追究他的 只是一个诈骗罪 我们就觉得 他给别人的身体 造成这么大伤害 怎么也应该有一个 故意伤害罪 不知道这个 应该怎么看 可以这么讲 那么尽管这个伤害行为 不是行为被害人自己做的 但是他是承诺 他做了一说 愿意受到这个伤害 所以说 实施伤害的人 就原则上就没有违法性了 但是有个例外是不行的 杀人肯定是不行的 比如说张三说 你把我杀了 这样我们可以骗体保险 杀人的行为一定是犯罪 但有的时候重伤 一般在法律上 事件中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在这里来轻伤 那就是说法律上来讲 那就是说 你就没有什么违法性了 就不再处理你了 你用这个事实 等于再去骗取工商的保险 骗取金钱 他就又是犯罪了 就是一个诈骗犯罪了 当然还有限制 如果是未成年人 就是直接的 14岁以下的人 那绝对不协议的 那同意也不行 他的同意被法律上 或我们在情理上 他是小孩 他说话不算数 你不能去做这样的行为 精神病也不行 那本案当中这几个孩子 虽然也不大 但是超过14岁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 等于说这个人的伤害行为 就不再追究他的责任了 当然这个情节 从道德上来讲 那当然是很坏的 很恶劣的一个行为 如果说让您给这些企业 提一些建议的话 他们怎么样防范 这类的事情在发生呢 相对来说 可能比如说 前提比较正式的合同 当然他的公共成本会高一些 但是会相当 将相当多的试图 来诈骗的这种行为 就挡出去 就是你自己首先管理规范了 别人就没有漏洞可钻 也会被钻 你的成本会 当然就高了 对于雇佣者来讲 但他对于犯罪那个成本 门槛 他也太高了一点 因为签等了合同 有一来一往 有这个法律手续 还有身份的这种确定 所以他就会有顾忌 当然你有的时候 还是挡不住的 那怎么办呢 其实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呢 就是说 小企业之间 一般我们都有企业联 那个协会 那你至少你固有任何人 这个基本的信息 身份信息 要给他确定住 那么这样来讲 大家信息的共享 在行业协会里 也就是说 要有个黑名单的 因为我们信息社会 你要有个 这种信息的共享 行业协会的这种管理 乃至政府 这个人事部门的 政府用人主管部门的 这种信息的管理 可能会比较有效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